早後 台北市落大雨 目前已經通報有四百八十五項鹽水的數量 台北市中的關問題表示 鹽水是因為讓流到最過大 但是民進黨的市員 口修法是介意說這兩年 關關 關問題市政府是在推動海米 都市也有超過一百五十頁的預算 結果信義區部分所在 所以因為排水口 讓本社去撻到的水排不出去 這也應該會檢討 難免賣服的又有中後等路五檔這大大樓 但是去外面現時 地下四樓的停車場 入水後 水大量關進來 不到百點鐘車因為大水補起來 但是去這後也慘遭滅定 根本就來不及了 您就能通知好了 他就是一個出入口的車梯 你淹到水來 更危險了 保持負基礎 四河的大雨 十二的行政區有9月 保留潮過地下水的設計保護標準 10點鐘七十八點八核米 市長國民地基礎 好實在流太大 但市議員高速化基礎 不只要白資靠太條的 這幾領域因素減較大 這個難道不是人為的問題嗎 再加上很多民怒 這個抽水盪的開啟時間 是不是有太慢了 應該要對外說清楚 講明白 而不是只是一句說是天災造成的 轉到這次 讓確實流量非常大 目前的鐵要擴充不簡單 但風災應本有減透的空間 歡迎速度可以更加強 只要明顯可以看到 河川沒有陰 代表下水底的水 不會負擱到河川裡面 那你就是用抽水去輔助 把市區的水抽到幹線 擺到河川 設計上有它的極限 那你必須靠應變器 去降低它的災害 轉到基礎 信義区為產變成淨化地單 土地對貨水的吸收能力 減少三下 必須要提升 抽水中應變的能力 市原口消化實力 市府導入口六百億 來建立海米蝦漆 但水起來變成大海 需要呵呵的減特 記者 林文貢貴 台北北的 蹤 大是 感谢观看